你们俩都老不死了 赶紧滚开 别找我路 哎 班 你不能这么说呀 那牛棚里 到处是虫子 你要说一说的好歹来 你要我和你妈 怎么活呀 就你们两个老东西 说那么多干什么 就是不想让我拿钱 有你们那么做爹妈的吗 跟儿子抢钱 要不是看在 你们是我爸妈的份上 我真想抽你们 成的宝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爸妈为了你 可做了不少了 你他妈 不就是睡油棚吗 有钱不赚 是傻子 老婆现在就去 他妈了个爸 让老子睡这种恶心的地方 要不是看在钱的份上 老子一定要你吃不了肚子 咬死老子 这个林一龙 以为有两个臭钱 就了不起了 我呸 挠啊挠啊 快把我挠一下 痒死了 你怎么才会来呀 赶紧去做饭去 一天天的 磨磨叽叽的 赶紧做 赶紧做 行了行了 别挠了 爸 你去干嘛呀 那些别人的房间 我去找林一龙那个混蛋算账 让我受这个罪 爸 娘 人哪 人怎么还没过来 您是林少爷吧 对 是我 我是这个项目负责人 老孟啊 您来我们村 真是蓬壁生辉啊 走 我带你去村里 最豪华的招待所 不用那么客气 我现在住在成英雪家呢 哈 你怎么住在他家呀 他家除了成英雪 没一个好东西 什么都渴得他那小儿子来 对成英雪很差劲 哎呀 白吓了这姑娘 没事 我现在就住他家 我看谁敢欺负他 哎哎 妈的 什么之前的玩意都没有 哎 他妈的这么多钱 你妈呀宝子 你鬼鬼祟祟的干啥呢 没事 我来找林一龙 我饭个账 他人呢 他有事出去一趟 你可别乱弄人家东西啊 你骂骂唧唧的 吃饭你走 哎 你干啥去 不吃饭了 你什么不想想你 宝子 你先坐那里 你还有理了 怎么可以弟弟说话呢 小丫头骗 这家伙真是 没一个让我省心的 林一龙 我这饭做好了 你扣扣一起吹一口吧 好 林一龙 你藏一下我们乡下人的手艺 吃什么吃 你说你回来了吗 你到你吃饭了吗 不是老太太 你有话不能好好说啊 你动什么手啊 哎 我打我闺女 你干你什么事啊 你还知道她是你闺女 她也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啊 你说打就打 说骂就骂 你有没有人性 什么人性不人性 别过蠢那些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一个丫头骗子 迟早要结婚 到别人家 伺候别人的 爹妈 我带的好像有什么用 妈 她也没有别的意思 她只是 闭嘴 这是什么呀 这是 哥们都让我拐的东西 半叶狼 半叶你了 你干什么了呀 有人你妈生气了 你再动她一下试试 有话不能好好说吗 一个男人 老是对女人动手 算什么本事 我们老头家的事 哪来到你一个外人插嘴了 赶紧鬼 别坐在我们家 我们家 不欢迎你这位大伙 真是的 不就有几个臭钱呗 老子还不稀罕呢 我有钱就是了不起的 昨天 是谁眼巴巴的 求着我给我要钱啊 行 你给我等着 你 小头子 咱不会拿灶啃你吧 他敢 只要你们给陈云雪道歉 发誓以后不再打他 这些钱 都给你们了 林一龙 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我就是看不过去 作为他们的父母 你们有这样的女儿 还又能干 又善良 你们凭什么这么对她呀 我 你说我 说个话 坑着坑着的 咱咱们的脸了 怎么了 你要帮她出头啊 先说你拿多少钱 不就是要钱吗 只要你们发誓 以后不再欺负陈云雪 这些钱 都是你们的 我还以为有多少钱呢 这里面啊 一张纸币都没有 怎么了 他拿个矿帮 来糊弄我们 吓吓人呐 这不对呀 我早晨走的时候 这里面还有一搭钱呢 怎么我回来 就没有了 你认识什么意思 你说我们 出你的钱 我知道钱去哪里了 你们等我回来 哎 鸡雪 你干嘛去 你等我回来就知道了 这 这怎么回事 这小子的钱呢 肯定是在那宝拿走了 早上 宝去找他算账 看他没在家 就把钱拿跑了 咱那宝的 就是聪明 说什么呢 怎么着 想怎么编呢 是吧 我这拨可一直在你们家 刚刚你们儿子跑的时候 紧张得很 这钱 肯定就是你儿子拿的 你别胡说八道啊 你有正经吗 现在啊 你本一分钱也没有了 还想赖在我们家呀 你赶紧滚吧 别赖在我们家了 走走走 我们现在说的是偷钱的事 别给我扯别的 没用 哎呦 这真是没天理了 我们好心好意给你住 你还说我们偷你的钱 你的两下给狗吃了 别在这给我撒破耍赖啊 偷钱可是大事 必须给我说清楚 哎呦 给你个说法 我们没有偷你的钱 你们城里人 叫欺负我们 瞎瞎人没文化 我可不能过了呀 哎呦 我做老成媳妇 这离得老远 就听见你在这叫唤 丢不丢人啊 怎么了 哎呀 老孟啊 你可得给我评评理啊 我好心好意收留他 他无来我掏他的钱 你说我们老城家 是那样的人吗 哎呦 这个叫我怎么活呀 哎呦 好了好了好了 别再嚎了 你们家的破事还少吗 哎呦 我说老孟 你会不会说话呀 要你不会说话 你给我拐出去 瞎搅和啥吗你 你个老不死的 你当我乐意来你家呀 我是来找林少爷的 不是来找你的 林少爷 出什么事了 怎么闹成这样了 我这个包里啊 有一搭钱 我早上出门的时候 好好的 回来之后就没有了 我回来的时候 他儿子 晃晃晃晃的就跑了 这钱 肯定是他儿子拿的 哎 我家宝儿去办点事 你凭什么说是他偷的 这人说 你有什么证明啊 谁知道你这包里 有没有钱 静下边 我说老城 咱们在这个村 都多少年了 你儿子怎么样 我们都清楚 赶紧让你儿子 把钱还回来 哎 老孟 你这是什么意思 偷钱这事 可大可小 这林一龙 要是跟你们计较起来 你儿子 跑不掉的 你懂我意思吗 啊 哎 老陶寨 这个怎么办 林少爷 您看这事 怎么办 哼 说实在的 我还真不在乎 这几个钱 我就是看不惯他们 老是欺负成英雪 偷了别人的钱 还不承认 也太嚣张了 但是 他们毕竟是 成英雪的爹妈 哎 教训一下算了 你看着办 我说老成 林一龙 不太想和你们计较 但偷了钱 还这么得子 教训一顿 肯定少不了 什么教训 凭什么 钱滑了就得了呗 怎么 你们还有救护人 怎么 你欠钱还有理了 这十里八串 就没有你们这么做事的 行 你厉害 老婆大 搭点几个菜 给我输了 哎 他收菜干什么呀 让你收集书 咋这么多废话 哦 哎 老婆 这两个老家伙玩什么花样 不知道 你可得小心点 这个老成 有名的花样多呀 我就看他能使出什么花样 老头子 菜都吃完了 你想干嘛呀 我今天就堵了门 谁也躲不了 嗯 就是 话说不清楚 你们先别想走 哈哈 老成 你看我们俩 你能打过谁呀 你少他们男子一套 有本事是个 老成 我看这是给你机会 你不珍惜呀 你前几天 违规重地的事 我还记着呢 这罚款 你该交了吧 过几天村里 还要发福利 就你们这态度 福利 你们一点别想拿走 哎呀 老孟啊 这相立相亲的 给我们计较的干嘛呢 这又发款的 又出名的 哎 你别这样 老孟啊 我们知道错了 我们知道错了还不行吗 不就是钱吗 我们还就是了 快快快 老成 你这是干什么呀 闹着玩 闹着玩 别跟我说那些没用的 得跟林一龙说 林先生来我们村里 是带我们村自负的 你别祸害完自己 又连累别人 哎呀 林一龙 我们知道错了 你可别 别给我儿子计较啊 这么多钱 我们一定给 我们一定给 但是呢 这么多钱 一时八会儿 我们也凑不出来 我还没给你